王者上线这五年期间 天美是不断的更新 也不断的在增加新玩法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两大模式最受欢迎 一个是排位赛 另一个就是巅峰赛 其实除了这两个模式 天美还上线了很多娱乐模式 比如3v3 长平攻防战 还有无限乱斗和克隆模式等等 最开始天美上线娱乐模式 基本是上一个就死一个 根本没有玩家的模式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玩家 反而不喜欢打排位了 而且天美只要出娱乐模式 或者新玩法 都会受到很多玩家的喜欢 这是为何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看法 其实这个现象之前就开始出现了 只不到了本赛季更加明显 玩家之所以越反打排位赛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排位赛环境越来越差 而且举报机制现在已经成摆设 自己辛辛苦苦打散的段位 会被一些演员玩家给坑下来 虽然只是一款游戏 但确实会感到生气 而且举报还不成功 所以大家索性就玩娱乐模式 最起码不会那么生气 第二 娱乐模式包括现实玩法 更能让大家接受 从觉醒之战到最近的破浪对决 这两种现实玩法哪个不火爆 并且娱乐模式里面的英雄 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而英雄的变态强势 正是玩家想要的那种感觉 当你玩过现实玩法之后 再去打排位赛 你会发现英雄都好笨 所以大家就慢慢开始厌烦排位赛 但是这种情况的玩家占比很小 其实一款游戏是否能长久走下去 游戏环境一定要好 现在有玩家厌烦打排位 还有娱乐模式 包括现实玩法可以玩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娱乐模式太过单一 而现实玩法一旦下线 那么势必造成玩家流失的现象 所以天美要做的就是 把信誉机制优化一下 举报系统再严格一些 不然玩家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